当小星在拿下龙脊关从宝箱里开出新枪后 便教学观众新枪的打法 并从自己幼儿园所学的拼音中拼出了枪的名字 叫 发 发马斯 打法 因为拼出了枪的名字 小星便向观众炫耀自己的英语没白学 还好英语没白学 为了给观众展示新枪 小星直接便秀起了身法 在秀完枪后 小星便把枪调成了连发 但对于观众来说 打步枪肯定是一梭子按到底 于是便提醒小星 可小星却给观众普及了新枪的真正打法 打什么你自动 这把枪就是打连发的 可就在小星心怀不轨的准备去抢空头时 却被空头的主人用枪瞄着 这立马让小星来了脾气 你还敢瞄我 我真是看得起 就见小星一个手起刀落敌人 便被打趴在地 随即便驾驶龙腾战车来到了敌人脸上 紧接着切出Falmas一个连发 便解决了敌人 小星在从空头里换上了大炮后 便驾驶龙腾战车来到了对面的房区 掏出了Falmas 看好了这把枪的伤害看好了 到了 補了 就问你们快不快吧 这把枪能在极短的时间 就可以将敌人击杀 对此小星也给出了评价 超过了所有步枪的范围 再经过了刚刚的一番演示 小星又一次问向观众 是打连发还是打自动 我现在再问你们一遍 打连发还是打自动 果然经过了小星刚刚击杀的敌人来看 观众们一致认为还是打自动 还是打自动是吧 看来你们还是不够了解他这把枪 既然得不到观众的认可 小星只得换回了自己的老本行 寻找起了686 必须跟你们玩一把686 由于这把的686很是难找 可却让小星有了意外收获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跟我读信号枪 经过小星半天的寻找 终于是在最后一个集装箱上面 找到了686 我靠在这呢 当拿起686的那一刹那 小星犹如猴子拿到了铁棒子 便开始了豪言状 686从见之 从见天日 就是我骑士归来之时 就这样 进圈之后的小星 便把打信号枪的位置 锁定在了三包胎房 因为上一把被敌人做得鼻青脸肿 这一把有了好装备的小星 不得不在观众面前狂一下 俗话说 人生能有几回狂 此时不狂何时狂 只见小星霸气的趴在屋顶上 豪言壮志的指着场上24名选手 发出了挑战 我在这个三 三包胎房 加一个厕所 有实力 来忙我 季篁上衣红色裤 被众人传出去后 小星又创出了新的标语 我的喷子有枪口 下一句你们接 可等了半天 竟没有一个人鸟榻 这让小星无奈的趴在屋顶 等待着空头的到来 就在小星感到乏味之时 天边打出的一把信号枪 又让小星充满了希望 可那打信号枪 你以为我不敢忙你吗 再看到龙腾战车 还剩一分钟就要消失了 小星便推算起了进攻的计划 这个空头肯定是在一分钟之内掉下来 掉完之后我立马看龙腾战车 然后直接飞到你的对面 直接给你狙掉 狙掉直接给你忙了 并向对方讲述 如果他们不是满边 自己的手拿把掐的 把他们吃掉 如果你不是满边 你必死 你是三个人 我可以冒险一次 如果你是两个人 不用多说 我直接提你脸上 可话刚说完 小星就在捡自己的空头时 却被敌人骑着马马到了自己的脸上 这可把小星气坏了 还敢来忙我 在将敌人击杀后 小星便称赞了敌人的勇猛 我看你真是小刀划的牛屁股 确实没有 这样都能忙我真的 哈哈 拿下好吧 紧接着 小星便驾驶龙腾战车 直奔对面打信号枪的位置去 技术已经不允许我再低调了 由于龙腾战车已经失效 小星便提前在路边换上了轿车 可就在小星信心满满的马过去之时 车却没油了 卧槽没油了 这怎么是个没油的车呀 无奈小星只得跑到前方的假车库取车 可车库却空空如也 此时小星又想起了自己背包的自行车 可惜却是上一把的事情了 这让小星立马炸了 卧槽 我一次移民 还好在河里发现了一条船 小星又有了狂下去的资本了 可话刚说完就被敌人扫了过来 吓得小星迅速的跳到了河里 给我一条船 我能还你一片奇迹 卧槽 随后上了船的小星又开始就冷起来了 磨 直接 可船差点被自己开上了 这可把小星吓唤了 哎哎哎哎哎 稳住稳住稳住 小星 稳住好吧 不能让 观众们现在正在看你的奇迹 因为前方的桥那里是个刷车点 小星猜测 那里肯定会有车 于是便冒着敌人的枪铃弹鱼 驶了过去 就你那个枪法真的说实话 我不行 成功抵达桥下的小星 立马便嘲讽起了敌人的枪法 都不如自己奶奶打得好 就你那个枪法真的说实话 我奶奶都打得比你好 来到岸上的小星 在将对面一名敌人击杀后 便发现了 刚才袭击自己的敌人忙了过来 起初小星先是小声的对其说话 当看到敌人被自己击倒后 嗓门便立马调到了最大 你敢忙我 你敢忙我 你以为我不敢杀你吗 由于刚才的嗓门过大 使得自己的口水 从自己两米宽的牙缝里 喷到了屏幕上 我牙齿有缝隙 说话都带风 插一下屏幕 当小星在发现对方也拿的是把大居后 身为居神的小星 便给敌人展示了一波 什么叫甩居 可以的 经过居神小星的一居下去后 无论小星怎样在上面走位 敌人也始终不肯露了 见此小星只得拉到对面 太怂了 真的 这是我见过最怂的一届水友 一届一届路人 好吧 再来到桥头这边时 小星又发现了山上的敌人 在居一枪后 刚刚的那小子也趁机探出了头 小星直接便是一居 在将敌人拿下后 小星又开始了自我评价 发现你们真是皮 以为我不会打狙吗 我没有狙是吗 我亚洲狙神的称呼 不是白给的 好吧 而对于敌人这九牛一毛的技术 小星只得赠予他们四个大字 八两伯天金好吧 大家都知道 小星一非二娜可是从来没输过 双方在一阵投类过后 不再圈的敌人便开始了行动 小星在将其中一名敌人击倒后 敌人也被自己手里滑落的燃烧瓶所烧死 紧接着 小星便迅速的扑烟 与此同时 另一名躲在树后的敌人 也露出了身位 小星再掐起一颗顺暴雷 直接便将敌人炸死 出知了 出知了 视野 C 谢谢观看